我們的第一點跟第二點呢 就要交由我們的機車委員會的主委柯俊斌 柯執行長來幫我們來做一點分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很高興啦 這個今天我非常高興就是說 我們這個回行電動輪動車能夠立法正式上路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整個電動車的氣勢是大家都看得見 大家全世界都來推 但是我們去看這個全世界的電動車的 黑廣的過程 你會發現到現在是逐步在增加沒錯 但是主要還是在大概 1000瓦以下 就是1K瓦以下為主 這個部分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的微型電動輪動車 它大概佔了市場全世界電動車大概超過95% 為什麼 因為它主要是它的電池目前就是固定充 或者是抽體式充電的時候 它的重量一個電池重量大概都在6公斤以下 所以一般人可以拿回家充 而且它充起來 它因為它的馬達使用的電量不高 所以它能夠騎的距離非常的長 也就是說主動來講它都可以 尤其鋰電池的話它可以騎到60到100公里之間 所以說對整個使用者來講 它要期待燃油車是非常有機會 而且它的價格也不高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在整個全世界的市場 逐步在增加 這個部分 因為跟台灣的市場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是要求的 消費者要求的是一個高速度高馬力 但是全世界現在因為電池的限制 主要還是以微型電動輝輪車為主 那我跟各位幾個例子 像我們銷到歐洲 在光亞來講銷到歐洲 大概佔我們外銷的大概6成 其中在整個歐洲來講 它的蘇克達大概有一半是50CC 那在整個歐洲的50CC 它分了兩成 就是一個限速25 一個限制15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消起來來講 現在一直在變它的市場 我五幾個市場最多的是 像荷蘭 那荷蘭的市場 它現在的電動車 電動車已經接近9成 就是說微型電動二輪車 它接近9成 就是說這個 這個把50CC接近9成 那這50CC裡面 它轉換成電動車的時候 已經佔了48% 也就是說限速45 跟限速25的 已經在荷蘭市場 佔了48% 現在的達提供車 才剩下52% 我看今年整個資料 所以你想想看 在荷蘭這個機車市場裡面 它有9成是限速25跟45 而在這個9成裡面 又有48顆成已經改變成 這個微型電動二輪車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歐洲的市場 我們會認為歐洲的市場 未來的50CC 這個燃油這個50CC 就會慢慢變 讓這個電動車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 以光陽 以台灣的車廠來講 它如果未來要 要銷售到歐洲到美洲 它原來在賣的50CC這部分 一定會慢慢讓電動車起來 這是一個很 很 急迫的一個 銷售的一個狀況 所以全世界 你可以看到 全球 微型電動二輪車的發展機制 其實一直在期待 原來我們在 機車市場裡面的 50CC的市場 那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應該想的就是說 而且現在真正在全世界 也是 接近 好像是95 如果我們去看 看大陸市場 它這種市場啊 接近4千萬 4千萬的市場 主要都是他們講的 電瓶車跟這個 微型的 電動二輪車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 如果未來要 逐步 往上推到高馬力 高速度的話 那個其實是要看 電子的去 因為目前的電子 像我們 我們在台灣 目前使用的 呃 呃 重量有點重量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它 因為成本也高 一個電子要 超過2萬塊 所以它 相對的成本高 那 以 我們現在看的 微型電動二輪車 正常來講 大概6公斤 以下的 比電子 就夠了 同時它的機率也夠 所以 對一般 當要從燃油機車 轉換成 呃 電動車的話 基本上是市場是有 而且這是很容易轉換過去 而且價格也 現在的價格也大概 不會比燃油車高 因為含電子也不會比燃油高 也就是說 正常大概都在5萬塊以下 所以 現在的 的燃油車還 還要5萬塊以上 甚至到10萬塊 所以說這個市場 其實是有機會去轉換 那接著我講 台灣的市場 台灣的市場 以前我去拜訪一些 賣這個 以前叫 合格電動自行車 這些廠 他跟我講說 他們 在整個 銷售的狀況來講 好的時候 一個一個 接近1萬台 那 一年也接近 8 他們估計整個市場 應該有8萬到10萬 的量 所以 以 交通部的 統計 他 現在 保有量應該有 大概接近65萬 所以說 那也就是說 最近的5、6年裡面 每年都接近8萬到10萬的量 所以這個 這個量 其實是不 不低的 接著 接著我講 講那個 呃 整個推動的過程 當然我要 要講 推動的過程 是 是講就是說 其實在 那個 林部長 當交通部長 以前 其實台灣的 電動自行車 他是 只是一個 合格電動自行車 他包牌給你 那 你只要 我們廠商 付140塊 他就可以拿 拿到那個 拿到那個牌 然後 行事認證證以後 他就可以 給所有的 的消費者 但是這個 這個 我們 在 呃 林部長以前 那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最早的 電動自行車 合格電動自行車 他有一個問題 他沒有上 他沒有 排號 也不知道誰 誰擁有這部車 所以他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他 超速 他沒有戴安全帽 他改裝 都 不知道 甚至 他 發生交通事故 也找不到人 所以 那時候 就是這種情況下 大部分 那時候的 的買者 就是 有可能他是 呃 酒駕被吊銷子 他就買個 呃 電動自行車 反正這個 這個要上牌 不知道他 但是這個是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的 的交通事故 政府根本就找不到人 所以 那時候 在 就是 2019 3月18號 那時候 林教授當 當交部長 找我們所有業界 來示範 他說 我就跟林部長講 說 你一定要領牌 你不要 沒有駕照沒有關係 但是你這個牌 一定要領上去 領上去 就知道 這部車是誰的 這樣就很方便了 另外一個就是 你一定要有保險 因為 有保險 才有機會 所以 就是說 交通事故的時候 有分擔那些費用 不然的話 我回幾個例子 我們的 衛星工廠 他有請了很多外勞 就外勞 騎這個 電動自行車 結果出車禍 出車禍 以後 他 那個外勞沒錢啊 也沒保險啊 就要找他啊 他說這怎麼辦啊 他也不能 他也不能說 不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 這個其實是 在目前的交通 交通事故裡面 的部分 大概都是一些 沒辦法控制的一個交通事故 所以說 如果上了牌以後 有保險了以後 其實我們在管理上 在整個交通的 處理 其實是非常好 而且 包括 這個部分 如果 有保險以後 那個僱主啊 他就好 憂慮他的 他的 他的 就是什麼 移工也好啊 或者是 各位外面 他也來請的人 去買這種車 因為什麼 因為他有保險 就是今天有交通事故 也能夠 能夠處理這部分 所以這個 其實是 政府很好的 一個策略 因為 如果沒有這樣 我們未來 整個 交通的 在台灣的交通裡面 就切了一塊 因為這個是沒人管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 我跟 林部長講了以後 他就真的要求交通部 開始去 去 去推這個案 那 那 我跟各位講 現在 原來的 合格標章電動自行車 是找不到人 那現在 微型電動二輪車 以後 就找 找得到人了 因為 他有號碼 而且 這個 牌照 可以找到 這個是 誰的 誰的車啊 因為他有 找到誰的車以後 所有的事情 都能夠 能夠找他 他如果沒有戴安全帽 可以划他 他如果沒有 他如果改裝也可以划他 超速也可以划他 都可以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號碼 根本就不知道誰啊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現在有了 這個號碼以後 有這個牌照以後 我們在管理上 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 很高興就是說 從明天開始 就開始 所有的 新的 這個 微型電動輪車 都要上台 而且都有保險 這樣的話 如果以後 遺到交通事故 就很容易來處理 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現在當然 他主要重點是 他的 時速25 只有20公里以下 那重量他當然 含電池60 那輕 那如果不含電池是40公斤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這種車 他 可以 正在固定的 的 處理下 80到100公里 是有機會 那我們很多的消費者 真的是 騎得非常高興 你對不對 怎樣 因為他真的是 那個 行駛鏡也很長 而且那電池 他拿回家充的話 其實他大概 大概只有一度左右 就墊 墊了它一度 那這個一度 大概 他墊了才三塊錢 三塊多 所以他成本很低啊 當然他如果慢充 可能 可能要6到8個小時 但是他睡覺的時候 充就好了 其實是很方便的 像我們手機一樣 這個 做點廣告 光雅有大概500家 我們摩托車店 都可以買到 那我專賣店有 三千五百家 你去買都買得到 也就是說 這個 跟原來我們的 Ionics 3.0 是不一樣的 因為Ionics 3.0 它是 需要 用很多的 精密儀器去 去 先 先要 要綁定 它以後 還要業助會 所以說這個是 相對 它有很多的 門檻要去教育 我們的技巧商 從此也要教育顧客 因為它 它有很多 很多的管理的規定 包括現在它使用 這個租借的電池 它多久要充一次 多久要換一次 不然的話 它會產生 產生電池出問題 然後怎麼 怎麼去換電池 這些都有 在目前的 大電池的 結構下 它是有很多的 要求 讓消費者來協習 當然 現在我們在台灣 大概 每年大概都 超過10%左右的 那個 現在的 就是 立牌 白牌的電動 摩托車 這個是光陽的 如果它 它是 已經賣了 那我們現在的 就 車主我們免會提供 掛牌所需要的 出場證 跟立牌證書 光陽會提供 沒問題 而且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 統計 到現在大概 賣了1萬5千台的 這種 電動自行車 也就是現在微型 電動二輪車 那我們也通知 所有我們的顧客 這個1萬5千台的 顧客 來實際檢查 然後就可以掛牌 它查核一下就可以掛牌 我幾個例子 明天 今天 就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 高雄 的那個 我們的總代理 居慶 一個是我們南投的總代理 森陽 你到那邊 它 它給你 檢測完以後 就直接就掛牌給你 這是 應該是明天 最最最最熱門的地方 你只要把你的車 已經 已經買了車 拿到我們的總代理 你就可以 跟我們 當地的 建議 當地 一起 直接就 剪了完以後 就 花花的那個 牌照給你 而且現在 政府又 又有說 說在明天底 以前 他的 牌照跟 行照會是免 免費的 現在政府是這樣 當然你可能要 要付那個 那個 那個 意外險的 那個費用 那我們來講 現在 兩年內 所有 監理機構 的目標 希望把救得 跑回來 他們估計 六成會回來 那六成回來 他估計大概38萬8千 還會回來 監理手 整個前程的監理手 在兩年內 他們都會回來 所以 你可以看出來 大概 現在的 使用者 大概有65萬左右 提供給各位 就是說 這些 他們都有指標的 這個是 那個 KPI 每個 監理手的KPI 所以都表示 我們現在的車 大概 他們估計六成 在兩年內 都回來 回來上來 所以說政府有關照 就是說 2030年前 他免牌照 行照 都是免費的 而且 這個有好處 免駕照 現在 現在要駕照 對於 我們現在 因為 台灣整個工廠 需要 很多的移工 這些人要 考照 其實很多部族 都是擔心的 因為他 如果真的是騎摩托車 他 產生的交通事故 是相對嚴重 像這個時速25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最後要講一件事就是 我們中央政府 現在的 原來是有 以前是有補助 環保署 在98年到114年 他是補助 3000塊 接著就沒有了 那工業局 也沒有補助 那我們再講 既然他是一種電動機車 而且是政府的政策 希望在 2030年 達到35%的電動車 2035年 達到7成的 電動 電動車 到2040年 希望新車都100% 這種情況下 我們這個電動 那個 微型電動 二輪車 其實也是應該要補助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有 有些地方這種 是有補助的 他是有補助的 現在我們查 這些還有 還有名的 你各級補助的 就是說你 你電動車 太久關係 他還新購都有補助 就是你 你舊的 電動歐輪車 他太久關係 他也補助 你看 這個是 地方政府有補助 反而 中央政府有補助 所以 我希望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來 積極來鼓勵我們政府 來補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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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的電動二輪車 讓他 真的讓 讓台灣整個的電動車的市場 逐步 逐步來 來達到政府的要求 那最後你看 現在保尾有65萬 如果說 現在我們看 呃 我們的電動車 一年 以目前的電動車 不含這個微型的時候 一年大概 十萬左右 像七年大概九萬多 接近十萬 如果再加這個 再加這個 再加這個 一年也大概八萬到十萬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讓我們在電動車 整個機車市場 兩層 慢慢 如果要達成2030年 這八年後 達到35% 就很快 提前 可以達到這個 這個目標 不然的話 你純粹用 現在的 呃 我們這個 大排量 大高 呃 4K瓦 呃 6-7K瓦 這種電動車 其實對 價格來講 對 消費者來講 他每個月 富的 業主位其實是有壓力的 要大火的成長 其實是有壓力 那你如果這個 微型電動輪輪車 他把電子買斷 每天晚上 衝個電 然後騎起來 他其實是很方便的 而且這種情況 在目前的全世界的狀況 在歐洲也好 在大陸也好 在其他 東南亞 都是以這種市場 逐步在成長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政府能夠 呃 從明天開始 領牌以後 真的讓這個市場 逐步來 來萌芽 然後政府來補助 讓他的 真正的 呃 我們這個 呃 國安會的目標 他 喔 能夠很快 能夠達到他的 的35% 呃 70% 以及到最後 2040年的 100%的目標 好 執行長 我們這一個畫面 大量工會 開燈造出長 吳志葵 吳芳麗出長 呃 呃 我們在座的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車輛工會 呃 副秘書長 吳志葵 今天很榮幸 呃 有這個機會 和大家來見面 那當然 今天這個 這個題目 也真的是 實際上面 真的是非常恰當 因為30號 很多的 在 無論是這個 環境面法規面 都已經 完備了 就來看這個 呃 對這個促進 大家的行車安全 是非常有幫助的 從我下來講 我怕成他 那 剛剛提到這個 電動 自行車 我們 2021年 我們出口 歐洲 我們 傳統的自行車 在 2021年 大概是 198萬輛 而電動自行車 達到了 98 萬輛之多 那出口的金額 兩個是一樣 差不多是13億美金 所以這個 電動自行車的單價 啊 當然 所謂的電動自行車 包括 這個電動輔助自行車 啊 所以 這個 依這個 一些專家的 預測 2025年 我們出口的 傳統跟電動 出口的數量 是一個 黃金交叉 的一年啊 所以 對這個 未來的 這個 產值 融景出外銷的 這種盛況 我們可以期待 剛剛 柯林長講 事實上 在推動這個 呃 納管 這個 電動自行車 我們柯林長 可 就是這個 呃 勞心勞力啊 事實上可以看 我們從 105年 開始 跟交通部 啊 就已經 逐年了 針對這樣的問題啊 來討論啊 今年的統計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微型 就是這個電動自行車啊 死亡人數 事故 死亡人數33人 去年同期 是38人 而這個事故 件數啊 今年呢 達到5900件 去年同期 5800件 可見 這個造成的 一些的損失啊 還有這個 生命的這個 安全啊 的確這個 呃 是相當 嚴重的問題啊 那事實上 坑上 在105年 就已經觀察到這樣的問題啊 啊 所以你看 歷年來啊 我們都一直在跟交通部 啊 一直在談 這樣子的一個 把它 打字化啊 納入的來管理啊 啊 那最主要 先前的手段 就是 到了交通處罰條例裡面 針對 非法的 所謂電動自行車 我們自行車 跟電動輔助自行車 在那個階段 是要一個合格 標章 是經過 交通部授權的單位 有檢測合格之後 貼上的 剛才有看到 合格標章 那才是合法的 所以那時候就很 很 每年都有一個機查 啊 也查到相當多 就是 不合格的 沒有取得合格的標章 他就在 道路上 行駛 啊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是 先前的作業 我們再看 下來 那 事實上在 一百 一十年 年底 其實交通部就已經向立法院 騎出了 啊 那 實際 山谷通過 四月十九號 啊 再來 責任險 五月三十號 再來 事實上 在立法的程序啊 可以看到 不曉得為什麼會拖那麼久 這很令人費解 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啊 為什麼 三圖都通過了 該執行的 結果到十一月 啊 但是 還是算欣慰了 真的已經 認真的有看到 存在一些問題啊 那 正好這兩天我們 我們也看到 十一月二十八 有關這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 電動二輪車的行事安全試驗辦法 還有 單獨獨立傳微型電動二輪車的安全檢測基準 正式實施 等於到此 所有 法源依據 法字面 全部都已經完備 所以他為什麼是宣布 十一月三十 正式全 全面的 納 納入領埃的管理 啊 就是說三十號 納入領埃管理 所以兩年的 就是說 現有的 電動這個微型的二輪車 兩年內必須要 去辦理掛牌 那不是所有的都可以來掛牌 就是有前提是 你是有零有合格標章的 你才能 按程序去辦理掛牌 啊 你不是合法的 這個 這個 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你是 根本就是要被處罰的 也掛不了牌 這是前提 大家就是看 我們所謂的電動機車 還有這個自行車的定義啊 這定義就是從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裡面 講得很清楚 我們跟機車 還有所謂的慢車 啊 啊 機車我們現在有小型的 普通的 普通重型跟大型重型 啊 啊 啊 包括他的馬力還有速率都有建設 那慢車 之前 就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跟電動自行車 是合併一起 啊 所以 那時候 那時候 都應該要 經過這個檢測 行事認證 才能行事道路 那 這個時間開始 就把 電動自行車 改名為 微型電動 二輪車 就跟電動輔助自行車 切開來 那差別什麼 那時候 我們業者 也有建議 那第一個就是說 名稱 變更啊 叫微型 電動二輪車 另外 我們業者 也有建議 這個為什麼 電動自行車 就給它 進入機車裡面 就好啦 你要掛牌 你的管理機制 都 都按照那個程序走 那還有 還有就是 就是說 呃 呃 最後都沒有被採用了 因為 差別什麼 上面的電動機車 有一個稅的問題 因為上面有貨物稅 那我們機車 有貨物稅 17% 電動 機車是 減半 但是到目前 啊 目前 因為要鼓勵大家 使用電動機車 所以現在的稅率都是 電動機車都 所以 呃 再來 上面的要考駕照 慢車不用考駕照 啊 對這個 親民來講 啊 啊 表目實面 啊 大家都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 現在不同的就是說 電動 微型 電動二輪車 一個 一個 你要配戴安全帽 第二個 你價值 要超過14歲 要長製保險 啊 這是現在 新的 呃 要件 出來 呃 這個我是引用 我們媒體裡面 我是看這篇報導 算是蠻完整的 就是 在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還有在強制保險經管法的規範裡面都 提到了 如果你沒有 去掛領牌 你會有什麼樣的處分 啊 還有你沒有保險 啊 相關的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罰則 啊 都有 所以說 在這個 呃 使用這個 電動 微型 電動二輪車要特別 啊 注意啊 就馬上這些都開始 要實施 我特別介紹一下這個 自行車及健康科技 這個中心 大家也許有接觸過 在政府部門 有關 自行車 我剛才所謂的慢車 不管是電動輔助自行車 或是電動自行車 其實 那時候的檢測單位 都是委託 這個中心在辦理 甚至一些技術的開發 啊 啊 那現在 把這個 微型電動二輪車獨立出來之後 將來 將來 要拿到合格證 就是 我們這個 VSCC 大家知道 要拿它合格證 你要經過 被認證的實驗室 有測這些的 基本的 應該要的 項目 才會 臨到 合格證 啊 那這個 這個單位除了說 可以辦理這些 基準 那業者有技術上面的 呃 問題 或是技術上面 可以 來協助 這個 等於是說 技術升級也好 啊 都可以找 這個單位 來幫忙 那當他是 財產法人 等於是政府 啊 資助 成立的這個 財產法人 那這個 也是 剛剛 柯子議長提到 我們去看這個 行政環保署裡面 各地方政府的補助 當然他階段性都知道 今年年底 因為 現在很多 新上任的 我們的縣市首長 我相信 他會把這一項的補助 當成他的政績啊 啊 當然這個 跟預算有關啊 可能每年度 去編列預算 他才可以 去執行補助 啊 所以 這個我們大家也可以期待 消費者 應該 還是 我是個人認為 還是會 享受到一些 政府的這個資源 來讓大家 不管 換購也好 新購也好 好 那 以上啊 是我今天很簡單 很簡單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資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說得不足 謝謝大家 我們什麼 crowded 說得不足 優子 是 那我們 請 contra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